這種的影角都是傳統影響的影響設計 但是它有變化 所以變化後會覺得它是關系 但是它又有創新的生活在裡面 像我們看到這是室內劇場的演出 它有用很多電梗跟投影去表現 所以這種的傳統的新經典 它雖然是傳統的基本 但是它有很多新的東西在裡面 包括舞台、投影、影響 都有很新的東西在裡面 像這種現代傳統的新經典 在現在的觀眾們裡面是比較受到的運動 就是你有傳統的部分還有新的部分 這是總共的阿波羅花 再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近期的阿波羅 這是你們的保護到每個都看到的氣氛 就是在人間會是不找的 這個時候我們先說一下就是 它又跟大劇場不一樣 它是在黑盒子劇場 各位不知道黑盒子劇場 就是在一個空間裡面 比如說這個鏡頭 它不是一般的無耐熟 但是它就是在很暗很暗的空間裡面 讓你陸的觀眾都可以很專心看一個演出 裡面雖然很暗 但是你會很專心看台電的演出 英文自己認很快 待會你看的這個近期的阿波羅 它的故事其實是 拿大劇場的故事 各位知道拿大劇場 這就大家都知道了 拿大劇場的故事 我們主事人跟大劇場都知道了 不過你要把原來的黑盒子劇場 做不一樣的電影 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新的嘲試 你知道嗎 你待會看到是在台北市區中心的黑盒子劇場 所以這會補得很明顯 待會看到沒有辦法 可以繼續看 來 我們看片段 我們在接下來做這個《男老子》的故事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所有的老悉性 所有的老故事都可以新變過 都可以變得很好看 就是除了原來的印象之外 它可以用新的技術 新的視覺 或者說你新的 比如像這家裡 就是有黑白無雙 但是黑白無雙的看起來就是不恐怖 有很多朋友說 有很多朋友說 因為我像《男老子》還是鬼片 那我像《男老子》帶孩子進去看 我說 其實我不覺得這家會恐怖 我是覺得這家 它之所以會禁忌 是因為 它是壓無雙 就是我們做新的技術 就是我們不是要做恐怖 是要做很有新的藝術 像很多人問說壓無雙什麼意思 我們都要吃過波羅麵包 波羅麵包的名字怎麼來 大家知道嗎 就是從鳳梨來 就是從鳳梨 鳳梨北就是像波羅 所以波羅麵包是封鳳梨的 以前帶人去發明一種麵包 所以大家都說 那是波羅麵包 其實就是 就像黑的鳳梨 以前的波羅素 波羅球 有很多人生存的水果 它生存的水果就是 從鳳梨很像 所以它不是真的鳳梨 但是它就是很像 叫波羅果 所以 在波羅麵包的海底 有這種野波羅素 所以那時候 我才會用這種 更新的概念下去 讓大家去感受 這就是波羅麵的故事 你知道嗎 整台灣現在婆姐 差不多都在波羅麵包裡 所以我們就是用新的 用具的故事 創出新的 新的一些不一樣的 這種方式 讓大家了解 這齣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 所以 會不會再可以看 可以 不用去協助 大家一定要把機會 再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地獄公話師 第一的公會書 其實這齣的故事 大家也是有所能想 大家要看過 中規見話嗎 中規嫁 這個故事總是知道 中規見話 中規本來是一個鬼王 但是他以前在世的時候 他一定是一個 很多人 所以很多人跟中規 跟前面的故事都不一樣 這個中規 我們做地獄公話書 是在描述說 這個中規 我們要怎麼讓大家說 除了以前 我們從中規 我們以前開廟門才會看到中規 但是現在 每次都在做 我們以前的中規就是 鬼王 就是 正邪 就是 正邪 正邪 但是我們在這齣裡 我們用地獄公話書 是因為 我們特別寫到一段 中規本來就是 在最晚期 我們七月鬼門大開 我們傳統的習俗 就是七月鬼門大開 然後 他這個中規 以前就是在最晚期 所謂的地獄地方 開一個公話書 就是所有人 如果想要回家 所有的鬼魂 要回家 有人覺得自己 一定有缺陷了 回家 想要回家 在故鄉看自己的親人 又怕讓自己的親人 怕到 所以都會想他來 讓他回家 為了無法無法 比較好 讓他在家裡 看自己家裡的人 所以 這個村子 就去新聞 中規見聞這個故事 這是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回播的 大家稍微看一看 這種中規 這種傳統的 就是在 少年的強領 它的年限又不一樣 我們來看其他片段 中規的故事 你在劇場裡面 我覺得所有的 明天都會變不一樣 就是跟你廟口看到 說什麼不一樣 文化的偉人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都要看得 有很多投影的效果 就是說 有些以前傳統的報警 它是沒辦法改變 這種效果 所以必須要仰賴 很多投影的技術 可以讓你在故事裡面 可以享受這種變化 包括像這種 文化也變成 我們以前說 舞鬼它只是一個水蟲 但是在這處裡面 舞鬼也是一個主角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不一樣 出心 因為心裡也變成 舞鬼 然後 中規的明明 它不是一下子 一試後就變成大花蓮 而是 它經過這些過程裡面 慢慢變化 慢慢變化 所以 這種傳統的故事 你變成要 讓它賦予不一樣的過程 觀眾才會覺得 它能夠燃燒 你的意義在那裡 所以 我們都經常說 做一齣戲很簡單 但是要做一齣給大家 可以影響大家的戲 這就是一門學問 所以第一句話 這是我一個 傳統新經典的故事 再來就是 要看另外一齣 其他演員 這是搖滾歌仔 是大家覺得 它不是滑魚 它本來就是 不是滑魚 要去做一個搖滾歌仔戲 你知道嗎 你聽到就很沒關係 但是這齣戲 在台北演出的時候 有時候有很多少年人的感應 所以 我們用不一樣的典型 去引不一樣的觀眾 有沒有 有可能每一齣戲 都不能討好所有的觀眾 你知道嗎 跟我們一樣 一個人不可能 他的臉面 抱抱好 大家都很感應 這是不可能的 一定有一些人 就是天生跟我犯衝 看到我就很不爽 一定有些人對不對 也有很多人 可能很討厭 你都不知道 不過 我們做那齣戲 就是一樣 你不放一齣戲出來 大家都很感應 全中國 也有人覺得 你的臉面跟別人不一樣 有些人會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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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正常 你不可能演一齣戲 討好所有的人 所以 要做創新這條路 一定要有一種靈賴 我們來看這個搖滾歌仔戲 試試一下 這是關公的故事 關公的現代話 這就是搖滾歌仔戲 但是 我覺得搖滾歌仔戲 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他可以把戲劇的節奏 看得很快 很快 可以讓他在很久的時間 看得到 一些不一樣的精髓 其實這裏裡面 我們用的是 關公的故事 還有 用現代 還有 未來的一個概念 去做這些老故事 讓大家看得不一樣 以免他就是 對關公室後 去回想他的一生 做起 所以 這種的故事 對一些 比較新的 一輩的觀眾 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新的氣球 他們看得不一樣 我記得 人間衛士 第一點補這次的時候 就有觀眾 卡在那邊買他的出版品 就是因為說 他沒有看過這種形的 所以他覺得 他的愛 所以我們會覺得 這就是情人眼中出席師 他如果尬他 就覺得這種形態是好的 所以 這是一種不同的典型 關於就是 一直不同的典型 我們剛才看到 這間已經有很多不同的 一種不同的風景 對 所以我們現在 像他這種 這種的 舞台 他的觀眾 是三面四的 就是說 我們永遠在做的時候 我們也是用新的挑戰 這是在台北的水源聚場 這是一個 很好的狀況 但是他也是黑盒子 但是他跟 他剛才跟 他的舞台不一樣 他是三民的觀眾 所以對我們來說 永遠是要對三民的演戲 白年的過程也會比較辛苦 所以這對我們來說 其實新的戲廠 你如果不一樣的典型 都有一種不一樣的火花 再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這再來我們的演出 我都照顧是 所以你們再來 對這次 金啟雅坡都在看來的 就是這樣 再來就是 月光手 以前不知道各位 我不知道你們在庭 有沒有人看過 來臺冠戲 來臺冠戲 不知道怎麼看過 這個月光手 我們是用來臺冠戲的最悲劇 就是冠戲的新招去做的 新招就是說 他就是在 我們立正時代 老花手 我們開始有新的東西 加進冠戲 那時候 我們台灣利用一種叫做新招 新招就是 他就是舞台招 不過我們冠戲的新招 一般新招不一樣 以前的新招就是 現在的舞台劇 以前的冠戲的新招 在現在來說 又做生化就是 現代戲的感覺 所以 月光手這次 是在 在民粹的時候 設定在民粹的年代 所以你看到 都是現代總版 還要像的歌 是讓 老歌 還有歌戲的傳統 聯合作會 我們來看一個 他的片段 你所謂的 來臺冠戲 不是有戲院這樣子的 對對對 來臺冠戲就是有戲院 有耶 以前有笑的 對 你也在台北看過 看那個 對 小學的時候 以前的好像是 改流 對對對 那時候是因為 我們國安戲 在來臺冠戲 有一段時間 因為日本人來 通到台灣 所以有一些 營戲 我們做一些 更新的戲 很快 所以那時候就有新招 新招 六月 六月手 立正時結束後 我們這些演藝的習慣 還在 所以就開始會用一些 台語老話 用一些傳統 在台北看過的大廠 那邊演藝之後 就非常順利 但是我一直想要 錄起來 因為那個大廠 那裡 母台的效果比較不好 所以我錄起來 就不會成功 所以我這是 古年在大東文化術中心演藝 就成功錄起來 所以這邊也在那裡 我記得人間會是 他跟我們教團說 這可能沒過了 我都要打馬賽克 他說 這如果打馬賽克 八點檔會怎樣 因為他是宗教台 所以其實我覺得 那裡就是在教他人生 這次的教訓 其實也很感動 就是 過去的新招裡面 他沒有很大的新招 也沒有很 我們看到傳統的總班 所以他可以讓你感動到 就是他的教訓 所以在新招裡面的教訓 是怕第一 就是他劇情只要不夠好看 他是沒有辦法成立的 因為他所有傳統的元素 已經感到很少了 所以你對非的新招很好 他應該要好聽 就是這兩點 過去在我們小時候 我們也沒看過新招 但是我們覺得 以前的新招沒這麼好看 就是我們會 我們把創新了 人家覺得 新招比較像他專輯 他的一個必要性 就是因為 他可以對這類的歌詞的成長過程 就是他對傳統 走到變化 走到創新 又走到傳統 傳統新經典 就是不一樣的變化 所以歌詞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是復古古代史史歷史歷史 這不是我最第一次做 這是從古代就有了 這是我們現在要把它精緻化 所以這就是歌詞 我們現在當中也有很多人在做這個新招 所以我們最初不是唯一做的 再來就是我們要看 其實 過去我們最初的外交團 走過來出禪風 其實我們在很古早 我做到基督教的那個故事 我們也做到媽咬 醫師的故事 來到台灣傳教的故事 我覺得總教的故事很差別 就是說 他比較厭的就是個人的一些故事 這種傳記是對我們來說 也是一種不一樣的聽言 秦靈化城市其實在說的是 立正王菩薩的故事 不過我覺得 在那個總教的故事裡面 我用比較多的是一種概念 和一種我們對生活的態度 所以正確確實 這次我們應該是加一個梁啟會 就是電影配樂大師去合作 大家也可以聽一下 來 電影配樂大師 看來這個不容易的力量 你只能覺得Q不 我沒有 我還有很想 我看這樣就好 其實 在過去 我們最初的外交團 做很多禪風歌在市 其實我們都希望有一個好過 就是說 缺人為善 這件事 所有的傳教都是一樣 今天 我當作人 我才知道我們的主題是半仙編舞 抱歉 我後知後覺 但是我的名字是比較好 但是我要說一句 其實民間的忠告 包括我們在廟口的道教 它所有的本身 或是說我們福教 它所有的名人傳記 或是說我們基督教 有關的亞洲 有所有 對我墨亞幫做的 這些很好的故事 其實竟然做黑教 它都是很好的 就是說 大家耳熟能詳 然後 還可以沒有 做一個包袱 就可以直接看到它的精神 所以對我們的官員來說 題材很重要 所有的題材 它都可以創新 也都可以傳承統 不過想想要有精神 在裡面 所以我都覺得 只要觀眾在看一齣 它可以有一些冷笑 有一些冷火 開心也好 笑也好 傷心也好 老闆也好 但是它一定要對它的生活 有一種共鳴 這樣這個氣氛 它才有它的意義 因為人家都花錢 買票在看 那我可能看一個嘻嘻哈 就出去了 一定要有些 讓它不一樣的感動 所以 現在在教堂裡面做官員 它必須要讓觀眾的候補 已經不是給它看藝術而已 還要看感動 看到它生活的共鳴 所以 比如說這是情電化城市 這是歌仔音樂劇的候補 我們最好一禮拜 這個應該是 八月底九月初的時候了吧 這個播出的時候 這應該是已經八月底了 這是電動版的最好一齣戲 這齣戲是我們 一個很少人的傳統戲 然後它說是一個戲版的故事 但是裡面做的就是 管理我們做官員的 每一人都一樣 敬奉的田徒元帥的故事 我們用戲劇表現 我們來看這齣傳統的大戲 其實這齣戲 它說的是台腳跟台頂的戲 但是其實台頂的戲 是月舞的還是 它們有很多不同的 傳統戲劇的外奏去做 所以這齣戲一直對他出事到這齣戲 一直都介紹環境 包括在戶外 還有在那裡 甚至在那裡 也有很多不同的領導 其實看那麼多不同的風格 你有覺得 其實歌戲是可以千變萬化嗎 可以不同的 尤其最好勝的事情 每一齣戲都會 蓋他不一樣的 新的觀眾進來 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不可能 英文台下都多人 這個人 所以這就是我的任務 就是要用不一樣的 蓋出去 電影不一樣的人 其實我覺得 像我們最近在推出這個戲 其實它說紅塵觀音 在這裡說這應該是沒關係 我感覺是宗教現在已經可以海納百川 就是我自己讀去 他都會輸出 出身的 不過 憲竟我也沒看 我也沒讀 不過我也可以看府警 我覺得他們所說的事情 都是一樣的 就是要勇敢生活 然後要做好的事情 這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 就是對特四年代學和這齣 我所領修教的 宗教和福外經事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沒有界限 但是我們上去出的紅塵觀 其實它最終的目標是因為 我覺得很重要的事情是 觀世音菩薩 以前一輩子都給我們一個概念 就是 你就是求苦求人 你如果有困難就叫 所以我們以前從小到大 我們覺得觀世音菩薩 像母親 像媽媽 就是你當年有什麼困難 你就叫就對了 所以在我們的人生裡面 有一個人在我們很危險 或是很不知所措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人會帶給我們依賴 或是有一個心靈 或是有一個偉人 我們覺得它是我們 可以精神上讓我們依賴 這個人就變得很重要 所以我以前就 從小時候就去注意觀世音菩薩 這個人物 然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它可以千變萬化 它可以變成什麼樣子來接近你 然後來幫忙你 像今天你如果說 我很困難 郭台銘出現在你面前 你怎麼很開心 你一定很開心 它就是千變萬化 你可能變成郭台銘在你面前 就是你會覺得說 都有可能一個人在你身邊 可以幫忙你 然後你有可能你覺得 肚子很困難 你覺得你搖我台銘在你身邊 覺得說 如果現在有一個人幫你 一個人幫你 一個人很開心 這種人就是一種 受到救贖的心理 就是說你會覺得 你開人的時候 總有人會伸出援手 所以那個時候 我想到這個概念 就是說 它會變成 每一個不一樣的形態 很嚴重 有人幫你幫忙 所以有時候 我們臨時的過程 也是一樣 有時候你覺得 已經沒路就好走 結果突然一個人 突然讓你一句話 然後你頂臨時的動 你覺得有路就好走 這就是你的貴靈 所以每一個貴靈都是我們 心裡面的那個 觀世音圖上 所以我怕那麼多是這種概念 不是說一定要宣導什麼宗教 所以過去很多人看 看我的希望 其實看起來像是宗教系 其實還好 裡面講的是 比較多的是生活跟概念 現在這是我們 我們今年要推出的 《紅塵觀音夜晴朗》 其實說的也是一種穿越 就是說 一個人 對他人 對他人 是一個人 很大的誤解 因為我們人生裡面 常常都因為 不了解而誤解 常常是這樣子 有人覺得 我看到你 我就覺得 你就是做不到的事情 你知道嗎 我沒有去管理你 是怎麼做不到的事情 我沒有去管理你 我就是覺得你這樣不對 我就是討厭你 不過其實 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民 都看不到 所以我們在這齣戲裡面 去看到 原來一個人 他對老婆這麼不好 他過去是什麼 事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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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我們用這些 去電線 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 這是要走五島的戲 這是我們第一件 我們 今年剛才要進入第二 二十五十年 所以我們第一名 是出離走五島 所以製作群很 讓我給我一點時間介紹 我去出離 因為這個又很好做 這是我們的導演 我過去 我當年的大戲 都是跟他合作 然後是一個 做一個 紐約 紐約的百老會 音樂劇出身的一位導演 你知道嗎 他現在的導演 也得到非常非常的上手 舞台設計是張哲隆老師 還有 代工設計是陳克勤老師 你也想看這些老師 都是現在台灣頂尊的好手 投影設計是徐玉俊老師 你看 在以前我們的舞台 導演就是一隊警 另外就是一座二役 但是現在不一樣 他們舞台都怕投影跟舞台的融合 所以你要看這是一種 鏡面的投影的概念 鏡面的投影 對現在現代教育來說很重要 就是 你必須要有觀眾 瞬間變化那個場景 因為我們現在去 節奏很快 所以你又外景都不會好 因為思緒會斷掉又重來 所以這種投影跟舞台的結合 可以方便我們轉換那個節奏 然後因為我們這次裡面 有一個概念很好的 因為我們剛才說穿越 在那關系裡面的穿越怎麼做 不一定是說 換一個步驟穿越 不是這樣子 在那期待我們要怎麼穿越 我們有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在穿著一個時光之河 時光之河就是說 你要穿越的時候 你會經過那個時光之河 然後你會做上一個時光之輪 所以這間的時光之河也是很 我覺得蠻新鮮的 就是它裡面也會有分 然後這個時光之河 我給它設定 它的概念是說 它斷年喔 斷年累穿 它都是在落後 所以它代表說 它是一個沖刷 一個沖洗 沖洗的概念 然後它會那條路 變成一個河 所以它必須要時光之河 才有辦法穿越 就像這個鏡面一樣 然後這是他們的概念圖 這不是真的舞台設計圖 這是一個概念 這可能才是真的舞台設計圖 就像剛才那些雲朵 它要投影在那裡 那些全部都是景片 才有可能投影得很漂亮 所以後面那些 所有的山啊 雲啊 水啊 那個概念全部都是景片的組合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舞台設計圖 現在現場的 掛起鏡頭裡面是很重要 它不是怕一模一間 它怕是概念 所以我們往下看 然後呢 這邊的服裝也怕到 有很多不同 因為它有穿越 所以代表它有兩個年代 兩個年代的服裝 就會長得不一樣 我們看一下 這是設計圖 然後 好 看一下 這是船夫 就是說 我們有時光之輪 就會有船夫 都有尊 就有尊夫 這個尊夫他們 它這個設計圖還好 可是看到獻品是非常漂亮的 就是它這個是完全是 整個手工縫製 然後包含一些傳統跟一個 時尚的一個結合 然後像這個是 就是屠夫的服裝設計圖 其實對我來說 這都是一種大戲它必備的 就是你所有的東西都要 都要經過設計 好 然後全我們裡面 有一個場景是賽觀音的 是大家都在比賽 看什麼人家身體觀察的 其實最重要的 不是你像不像 其實你用什麼心態去 參加這個賽觀音的比賽 所以第一次裡面 我們每個賽觀音的上面 都有一個面具 其實很 我覺得有一個地方很感動的是 去參加的人 有的是 有的是千老最新的女子 有的是 她辛苦的不完整 有的是 她就是一個很貧窮的女生 就是她們的出身 都有可能很卑微 但是她們為了要去參加賽觀音 她們都把自己打理得很好 但是再怎麼樣打理人 還是有缺陷的 所以我們用一個面具 去代表她的完整度 好 這些面具已經做出來 我們看一下成片 滿可愛的 完全滿像聖母瑪利亞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一個起床的製作過程 其實很困難 有很多人在這個地方在打招 然後我自己是不用 好 然後這件我們的音樂 傳統的編長是周黃翔老師 其實剛才我們看到幾個禮物 幾個禮物也是都可以做的 她就是一個可以兼具傳統和創新的一個 她們的設計 然後 現在我跟她以前都不一樣 以前邊槍設計設計出來 大家就是齊奏 就是跟北部官府也就是齊奏 大家就會照一群破去演奏 但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有編曲 編曲就是配器 是她跟所有的角色做不一樣的電影 所以一個角色是一群破 這就是一個比較大的鋼鐵 應該就比較好聽 然後舞蹈設計是張雅琳老師 其實我們剛才看到 譬如都是地獄的 或是那種種阿布朗尾那的魔鬼的感覺 那的舞蹈對我們來說 已經不是傳統的神端 但是已經是融合身段跟舞蹈 都是這位老師設計的 然後武術指導 其實每一組體裡面 一定都幾乎有收拔 你只要收拔就要透焦 就像我們電視鏡這樣 你只要是高中的腦 如果武打一定要有一個武術指導 這位冠良老師也是要給武術指導 合作過非常多出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可能讓大家下課個十分鐘 十分鐘以後回來 我們就來唱歌好不好 開始就有給我 會 但現在還是要跟武術指導 好